好,老師呢,我們今天這個設備剛剛已經發給大家 那您拿到之後在這邊 裡面大概有 第一個,有一個開發板 好,那您翻過來,上面這邊都有一個號碼 所以應該沒有人的號碼跟我一樣的 呵呵呵,應該都是獨立的 那等一下我告訴各位,您要去哪裡找這個設備的資訊 好,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你會有一條USB的充電線 好,那我們為了DUNO呢,它其實是透過Wi-Fi 所以其實您要接在行動電源上面也可以 接在電腦上也可以 這都OK 好,有沒有接到實體,真正電腦上沒有關係 再來,您會看到有一個 可能顏色不見的都一樣,會有這個B板 這個是我3D立運最近做的 因為方便大家接線的時候 這樣比較不會亂亂的 好,再來還有一個SG90的 這個,四夫馬達底座 你看,我有寫成功國中 呵呵呵呵 好,我有特別版 所以我的印表機,印到昨天,剛好 故障了 呵呵呵 被我操到壞掉了,最近 呵呵 好,再來,有一個麵包板 迷你麵包板 然後呢,還有一個LED點體症 所以您可以先檢查一下 再來,有兩個四夫馬達 那,我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360度 沒有寫的就是180度的 所以應該會有兩個 因為那兩個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我用兩個稍微分裝一下 稍微註解一下 這樣老師在看比較容易 所以這樣都有對不對 再來,您會有 一排 這個 會有一排的 這個 工對工的 有沒有 十條 那,另外呢 還有 兩條分開的是 公母的 杜邦線 因為我們只要公母的杜邦線 兩條就好了 再來,裡面還有兩個元件 一個是 風明器 一個是LED燈 那LED燈 有可能是黃色 有可能是紅色 如果老師有特別偏好哪一個顏色 你再來跟我前面換一下 哈哈 所以我們大致上 主要是這些設備 有沒有老師您有缺的 應該都OK嗎 好,那 我順便跟老師提一下 如果呢 您要看一下我們這個 剛剛提過 Webduno這個上面 設備的上面 都有這個號碼 對不對 這個號碼的話 到底代表什麼呢 您可以到簡報的第一頁 簡報第一頁這邊 有沒有一個 Webduno設備資訊 好,你把它打開 我就會 列出來 好,這裡要放大一點 好,您就可以在這邊去做對應 看 您的號碼 是後面這個 後面這個 然後呢 去對應 後面的 device ID 所以這個部分呢 您可能就需要 自己 對應一下 不然 你就沒有辦法 控制你們家的 控制你們家的 會控制到別人的這樣 好,所以這個地方呢 大概是我們就是 這個設備的部分 這樣 老師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有缺的 應該都OK齁 好 好